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明星娱乐,我是橙子 4月12号,据台媒报道,姜恩俊的现任妻子林千玉最近接受采访 自曝和老公已经锻炼两年了,但是并没有办理离婚手续 还调侃姜恩俊可能是更年期引发网友们的关注 凭借小李飞刀中李循环一绝迅速走红的男神姜恩俊,感情生活也是备受关注 早在1994年,他就和Findy结婚了,并且生有两个女儿 但这段婚姻仅仅为师了11年之后,姜恩俊就净身出户,两个女儿都归南方阳 2006年,姜恩俊和林千玉因细结缘,相知相恋之后,两人又分手 五年之后再一次相遇,发现最爱的还是彼此 姜恩俊当时为了表示诚意,更向林千玉的爸爸下跪其心 随后在2014年9月份的时候,姜恩俊迎娶了旧爱林千玉 让不少圈内好友又惊又喜,纷纷送上了祝福 婚后,姜恩俊和林千玉还不时在网上公开秀恩爱 看似甜蜜,但是在五年多后,爆出了婚变消息,几乎已经是两年无互动 面对这样的情况,林千玉形容二人的关系只是配偶名栏上还在而已 而接下去,该如何解决,她也给出了正面回应 姜恩俊此前亲控了老婆和岳父母的社交账号 对此,林千玉表示,她可能是更年期到了 要看她更多久,我不去设想这么多 顺其自然,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她还透露二人婚变并非是因为出现了第三者 外遇劈腿这些问题 只是单纯的夫妻关系有了变故 据谈媒报道,林千玉透露和姜恩俊已经是两年没有往来 目前还是一样,就连最近来到疫情爆发 双方也没有联络,表示关心 但是夫妻之间还是义务与责任 面对这样的婚姻状况,林千玉表示 我跟她就维持现状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和老婆断联的姜恩俊也没有在经济上给予另一半提供帮助 不过,林千玉自认有能力养活自己 她称现在的生活很像重回单身 偶尔还能和姐妹们逃出去游玩 生活更加自由了 姜恩俊与贤妻所生的女儿姜曼婷 目前也踏入娱乐圈发展 爸爸姜恩俊多次在网上公开声援女儿 为她加油,妇女感情非常深厚 目前姜曼婷出席活动被问到爸爸和林千玉的感情问题时 她回应,那是她的事,不管我的事 我自己都还没有找到,我雇她那么多 于是姜恩俊和林千玉一直没有联系 姜曼婷只是表示,有的时候媒体说的话不一定是真的 如果有发生什么的话,爸爸会告诉我 我都会等到最后的通知 显然,妇女俩的关系亲密无间 但是对于爸爸的感情生活,姜曼婷还是不会干涉的 相信姜恩俊能够处理得好 姜恩俊1967年出生于台湾,祖籍是山东青岛的 儿时的她每天看着荧幕上李小龙帅气的武打片 心中便萌生了当武打演员的萌芽 并且每天苦学跆拳道双截棍 18岁时,姜恩俊高中毕业后就顺利进入台北都会区 参加中营演员特训班 并且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了毕业 但毫无经验,没有起背景的姜恩俊 演艺之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但是她依旧坚持不放弃 直到19990年,23岁的她才开始出现在荧幕上 参演《莫道无情》,摄演男三号方俊宏 1998年,姜恩俊被穷瑶发现 成为了穷瑶旗下签约的首位艺人 并且与蒋晴晴朱英合作出演《苍天有泪》 饰演剧中的败家公子展云祥 凭借此剧,她开始在演艺圈中攒入头角 第二年,32岁的姜恩俊出演了武侠电影《小李飞刀》 饰演《风情倜躺》,《峡谷柔情》,《李群幻一绝》 《梅晴木秀》的外表加上其精湛的演技 该剧一经播出,她便红遍大江南北 还一度被称之为是古装第一男神 她的事业一帆风顺,但是感情就有些不如意了 1994年,姜恩俊在拍摄电视剧《七侠五艺》时 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黄奕轩 黄奕轩当时是一名化妆师 但她的气质出众,长相不属大明星 两人恋爱没多久就义无反顾地结婚了 婚后也是十分的甜蜜 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姜恩俊对老婆十分信任 不仅把自己的一切事物都交给她来打理 甚至还把购买的所有物业都写上她的名字 可惜这样的付出并没有换回应有的回报 2005年,姜恩俊凭借着《宝莲灯》里 义正义邪的《二郎神》一绝更加是大红大死 在她以为越来越好的时候 黄奕轩却提出了离婚 原来黄奕轩在姜恩俊之前 内地拍戏期间有了外遇 这段维持了12年的婚姻 也因此结束了 姜恩俊为了要两个女儿的抚养权 选择放弃了上亿家产 净身出户 把房子和财产都给了前妻 离婚后 姜恩俊又要拍戏 又要赚钱养孩子 工作的时候 她便将两个女儿托付给兄长 姜恩红照顾 谁料姜恩红在教导侄女时 尽一气之下 用扫把实施棍棒教育 被侄女姜曼婷告上了法庭 姜恩俊前妻便趁此机会 夺回了监护权 从那之后 姜恩俊便和两个女儿彻底分离了 这一离别就是四年之久 2008年2月27号 姜恩俊在博客中 留下了这样一段心酸的话语 男人终究是失去了女儿 老婆婚内出轨 离婚净身出户 与两个爱女失去了联系 这一切压垮了姜恩俊 让她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姜恩俊从一个潇洒阳光的男人 变得郁郁寡欢 整整有一年半的时间 都无法从痛苦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她开始放纵自己 整天喝得烂醉 周围的人一度怀疑 姜恩俊是患上了抑郁症 担心她会想不开轻生 直到四年之后 她和女儿姜曼婷重聚 这才让一切都有了好转 找回了女儿 姜恩俊也终于重振旗鼓 开始用心经营自己的感情生活和事业了 姜恩俊和林千玉 因23年前共同拍摄 军官与淑女相识 而后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之后姜恩俊与黄一轩离婚后 2006年开始与林千玉开始交往 但是在恋爱过程中 却一度分手 期间有五年都没有联络 直到2013年 姜恩俊与林千玉在加拿大重逢 她和她爸爸热心陪着林千玉 还多次试探心意 之后等林千玉回国 姜恩俊的妈妈就立即上门求亲 不过当时没有同意 直到2014年春节才点头的 不管上一次因为什么分道扬镳 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错过彼此 2014年 46岁的姜恩俊与43岁的旧爱林千玉 正式步入了婚姻殿堂 经历了分分合合 绕了一圈 两个相爱的人最终还是走在了一起 但是谁知两人刚结婚6年 婚姻就亮起了红灯 2019年 媒体造出了两人冷战一年的消息 台湾媒体就这件事情采访了林千玉 问两人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她也毫不避讳的说就各忙各的但身份证的配偶兰她的名字还在 被问到和姜恩俊的关系有没有挽回的可能 她也说不知道 林千玉的母亲吴灵则是显得比较果断 有缘分就在一起 没缘分也勉强不来 还表示当初姜恩俊跪着请求林千玉的父亲把女儿嫁给她 这一次就算下跪也没有用 两人陷入了僵局之后 姜恩俊取消了微博上 对林千玉的关注 其他社交软件也解除了朋友关系 就连岳父岳母也解除了朋友关系 如今他们已经冷战了两年 没有联系了 但是也没有离婚 被问到冷战源头时 林千玉说是情绪管控问题 表示我只能说大家年纪不小了 又不是小孩子 我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 放下工作去安抚一个人的情绪 之后更是感叹 以前太主动了 把人家养坏了 其实不管是朋友 妻子都要多一些体谅 言下之意就是说姜恩俊不够体贴 能因为一点小事就冷战两年 其实也挺奇葩的 毕竟少见 现下姜恩俊和林千玉 依然是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最近疫情出现 林千玉也说两人没打算一通过 关心对方的电话 都不愿意去主动打破僵局 面对这样的婚姻状况 林千玉表示无奈 我和他就维持现状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而现在52岁的姜恩俊 也没有参加电视节目的拍摄 从他这两年的微博动态看 似乎是迷上了摄影 平时过着四处拍照的潇洒生活 云淡清风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画风非常老干部 4月10号 姜恩俊大女儿姜曼婷 出席活动时提及姜恩俊 她说爸爸亲戚都在陪奶奶 生活协议又轻松 被问到父亲的感情生活 她直言不会去问过问大人的事情 称希望爸爸开心就好 但是不管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她 毕竟真正相处的是他们 回顾两人交往过程 姜恩俊和林仙玉 劫时于拍摄军官与淑女 后来一直保持着好友关系 姜恩俊与妻子黄一轩 于2005年离婚之后 时隔两年 两人正式交往 没有想到才相处 短短两年就传出 南方花心 让女方心思提出分手 后来两人在加拿大重逢 认定彼此就是真爱 于2014年步入了婚礼殿堂 如今近6年的时间 两人的婚姻又传出了红灯 据媒体报道 夫妻两人分居在嘉义台北两地 已经长达两年没有互动了 林仙玉无奈地说 久到忘了 这种情况到底是多久了 现在只剩下配偶兰名次 还是她 我跟她就维持现状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虽然不知道两人的感情状况 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还是希望他们俩 未来能够各自精彩 毕竟都是成年人了 好好珍惜彼此 和现在拥有的一切才是关键 不要提倌